喂,你好 你好 听不清楚 非常清楚 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您聊我听着好吗 好啊 大家好 我说慢一点哦 就是我是澳门的 就是一直想连线过来 当着普通话就是一般般 那我尽快把想说的说 全说出来了 没关系 您慢慢说就好 时间有的是 好 就是大家都不用 就是看那些新闻 觉得气到自己走 尽量的不用太在意了 其实就是我觉得 很多都是媒体 就是放那个风向出来的 嗯 就是我在那个我们微信的群里 都有说过了 就是疫情的初 我就想说了 就是疫情的初期 就是澳门 就是几个病例 都是武汉 武汉的人啊 同胞啊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个 每天的疫情发报会里面 就是有说 啊 我 几多号病人吃不惯 医院里的东西 我们就是有情的湖北的厨西 厨子啊 弄他们喜欢吃的好味 然后就是我们的市民就是 哎呀 五星级的待遇哦 但是没有想 就是要骂什么什么 当然一开始几天就是 就算他是天堂来的 我们有这些病 什么都会 谁都争了 谁都不喜欢了 如果就是天堂 就是天使过来 我们都不喜欢了 那找 就是找一段时间 就是这样子 但是咯 当时我都没有很在意 但是过了几个月 再想起来哦 幸亏就是政府 就是 不是没有带那个风向 就是说 就是骂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市民就是 生活就行啊 不用 想什么爱不爱国 不是正常要有的信吗 就是经常又说什么要 什么恨 恨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觉得 其实那个媒体 幸亏我们澳门的媒体 没人理 都没人看的 所以这是我过了几个月 就想 嗯 其实 都挺不错 政府有配合 不用带我们市民的情绪 那个情绪的 是这样子咯 啊 你不明白 我这我很紧张 没有关系 说的非常清楚 都都能听明白 我记得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做过那个澳门特首的视频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 他也有说过 现在国家非常的缺口罩 我们澳门这边 我们可以自己上海外去购买口罩 我相信国家在疫情 不是在疫情 我相信国家在生产力稍微恢复以后 一定会对我们澳门提供帮助 但是现在我们还可以靠自己 等国家挺过这一难关以后 国家会来援助我们的 对呀 对呀 其实我们呢 想 我看到那个 即时通信那边有说 我们澳门呢 就是小学都要想普通话的课 但是呢 平常就是比较不 就是说粤语啊 其实那个拼音 我都懂东西啊 我懂打拼音 但是说的说的一般般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哦 第二个问题就是台 台湾那边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 这些什么事的 我们澳门人就是上班赚钱 然后管那个猪肉贵不贵之类的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说 什么迷反 什么打 什么那些 我都不懂了 但是呢 我就是在群里有提过了 我爸爸妈妈在我八岁的时候呢 就是到了台湾 当那个黑工了 那时候我们的澳门的薪水只有三千多块的 浦币就是港币都是三千左右啦 然后呢 他们当那个台湾做工啦 一个月有三万多的台币 然后那时候哇 真的好厉害 是不是 就是那时候的九四九五年左右吧 然后我爸爸跟妈妈就是 以前以后都是去了台湾工作 然后呢 就是这几年我们这边有请台湾的台湾的同胞啦 他过来工作 他就说 他跟我们的工资是一样的 然后我在谈新闻报道 然后就是有到台湾 就是旅行的 然后原来他们现在生水只有二十多K的 好像比以前我爸爸妈妈二十多年前做黑工还要低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就是普通我这个小澳猪啊 香港媒体说我们是澳猪 我小澳猪就觉得 是不是没有进步才这样子啦 为什么二十多年前还要比现在生水还要低呢 就这样咯 然后现在他过来的工作大概 大概有二十多K 但是是广港币哦 就是不算这个疫情哦 然后我没有什么觉得 看扁什么地区的人 就是当时候就是说 以前我爸爸妈妈 就是为什么现在二十多年后 这样子呢 但是这几个月就是有 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们明白我什么意思 我能明白你说的话 因为就是已经很长时间了台湾经济停滞不前 所以说刚毕业的学生收入都是在那个收入到现在没有涨 但是之前有人就很早之前经常有人在我频道里面留言啊 就是说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后发展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 然后建设也不好人均收入也越来越低 然后我就做了一期澳门的视频就是和澳门特首那期是一起最后的片尾有放到澳门的人均收入 从以前九十年代一直到二零一八年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是世界第二就人均收入排在世界第二排第一的我有点忘记是哪个地方了啊 但是那些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都不会太关注这些我们这些澳洲不会关注这些的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是因为有好多人留言说澳门回归以后在中国的领导下变得越来越差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收入越来越低 这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去辩解所以我才做了一期哪个视频 那些人这样说话很搞笑他们有没有过来南方我们这边没有的话他可以随时过来 就是现在澳门跟我们内地的不用隔离开放全国开放慢慢做核酸过来探访 过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很凄惨 现在澳门现在澳门去大陆的话需要隔离吗 不需要啦很早就不需要啦 然后我们还有你说那个说领导很差 我就是说了我们看那个台湾香港的媒体大的 其实他们说的话就是我从小听到大 难免都给他们那个思想跟着他们那一点 就是一点点 但是他说差我不觉得差 我觉得我们好幸福哦 现在我们澳门政府就是为什么这么好 对我们因为就是中国就是其实我挣的钱都是内地同胞 就是内地政府就是跟我们有给一个福利 我们大动我们才有工作做不是吗 其实全都是这样子了 那我工资卡我收的工资不是不是因为他们你们过来旅游过来玩 我们才有这些工资有福利吗 然后我们就是早几天特首又说下一年继续派那个现金分享 其实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就是大概共同过难关了 没有都没有什么好说 但是特首都说不考虑停止 就是我们是连续14年有派遣 当然派遣不是最根本解决问题的 但是总好我没有是不是 对的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现在香港去大陆需要隔离14天 澳门过去不需要 澳门的人均收入越来越高 香港的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 虽然两个地方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但是澳门在中国大陆爆发疫情的时候 做法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自己靠自己的时候 国家在危难的时候 我们不给国家添麻烦 相信国家好了以后会来帮助我们 香港是管你困难不困难 反正我就一直给你添麻烦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其实我就是想说没有想的那么生日 但是说生日一点我要怕普通话说的不好 我明白已经就是我们跟我们就是 小姐姐我给你给你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让你用粤语说好吗 虽然我听不懂 但是可能有能听懂的朋友 哎呀我讲的好差 我说我呢我都是说普通话啦 就是我就是说就是阿门跟阿门的大部分的人都 就是有心知肚明啦 就是我们是靠什么的 我们就是从小都是约说普通话 就是升旗啊唱国歌那是很正常的事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香港媒体会说的那么抵抗 那么反抗的 我真的一点都不明白 我就担心那个注入会不会贵 我的工资有没有不够用 怎么怎么的 我不会想那些 我觉得思考都觉得是侮辱我的思想 思想我的智商的问题 我就是这样说你们希望你们明白啦 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过好自己的生活 什么政治不政治 什么谁谁谁谁领导我们 或者什么怎么样 其实跟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就吃得饱穿得好 日子过的幸福最重要 对吗 是的 然后呢 那么慢慢讲啦 那么我们澳门疫情期间呢 如果有交税的 职业税的那些呢 政府政府就每人派一万五元 一万五千的 然后那个消费券就是有八千的 其实挺不错 就是我们政府 就是对我们使命好 就是本身我们跟内地 我们的同胞关系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 平常就是这个防机啦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小姐姐 说的太好了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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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